宇阁怎么看农眉赛季是否回高朽 农眉玻璃儿属性是否因为在胡人打武脱不了关系 为什么在醍醐倒市却从没有大声 在醍醐倒市他没有大声 现在农眉也没有大声 你说他是咱们的十字韧带蛇了还是跟剑断了 农眉据说就是硬力性有可能骨折 甚至还没骨折呢 农眉现在也没有大声 整个直接上海你看他什么时候受过大声 你一直都没有嘛 就是在醍醐时期健康 健康啥呀 三天打约两天赛网 一个赛季一般来讲多点的能打到六十来场 少的话就三十多场 这是农眉 一直以来不就是个药罐子 巨型药罐子 而且他这个比赛呢 动辄就属于是仰看场上对方没啥动作 自己呢也没有大跳 也没有急停急急 突然之间要么五个膝盖 要么就扶着这个小腹 打不了了 也不知道具体为啥原因 所以这农眉不耐用 不扛照 这一点已经是久而有之了 只是当下呢 胡人队正直用人之地 就感觉呀 他又折了 胡人队前途近毁 引起了外界关注了 实际上农眉一直这样 要不等于说我再找那货就建议啊 第一个得交易农眉 胡人队 胡人队你是真说想要说 重打股令开涨 首先得把农眉给我踹走 为啥呢 这个人太不可靠了 他已经欠了一份大合同 你万一再腾一腾 他又上了 交易价值毁了 而且你看他直接生涯 就这么打打听听 而且体格这么脆 你不能长期坚持上场的话 你怎么带给团队胜利 而且事实检验证明 农眉这个人的进取心意识有问题 就是说他自从在胡人队 以二当家身份夺了惯了之后 好像说自己当都告成了 再者一点 领军带队始终这个辣胯无比 一点成长没有 农眉这些年 你包括今年在胡人 胡人这个健康情况多好 你看农眉哥 他作为当打之年29岁的一个 跟志姆哥当年齐名的 这么一位内线巨型 你看他能帅领全队取得成功 你别挑 勒布朗詹姆斯他如何如何 咱们是甭管找地 还在场上打比赛的 场局还能给你维持256分 威斯布克清伤不下火线的 甚至人家愿意打替补了 就胡人这环境 你说你好意思给农眉找理由啊 你看志姆哥多彩 先是米德尔顿 后是霍利吉 一个接一个受伤 你看志姆哥多彩 战地是不是联盟 数一数二 你看恩彼得多彩 你不光哈登 修了二十来场 马克西都爽了 你看76人战绩呢 你再看约西起 前两年谁比约西彩 你还好意思给农眉 折袖脸 农眉说的话 这个带队表现 只能说啊 就俩人行 俩人行就是垃圾 怕他带队 根本是不值一提 你要说你这个年龄 都已经到了中生代 这个位置了 带队能力这么辣 数据就一文不值了 要怎么农眉 根本不值钱呢 空有数据 所以他这种的话 胡人队就早就应该动他了 你现在就腾到手里 塞机爆销 也没骨折 就潜在有可能骨折 不敢打了 塞机爆销 这下又是倒了没了 砸手里了 早就应该把他交易走了 其实这个农眉哥呀 詹姆斯这块呢 暂时是动不了 只要一能动 也得给交易走 交易到歧视嘛 歧视时 其实呢 还需要詹姆斯回归的 你不回归 你瞅这几个人 估计打也坑持别度 就在期间也是 被其他人给捶掉 威斯普普克呢 雷霆愿不愿意回首 回首一把 但是雷霆现在不一定乐意了 有亚历山大了吗 看看雷霆愿不愿意卖成面子 因为雷霆实质上 是有新手维空间的 这种当中 没有几个高薪球员 也可以考虑 弄回蒙南 而且蒙南 他接下来签的合同 肯定低 中产合同 如果蒙南愿意签 在雷霆打个替补 我认为雷霆 对不需要犹豫 哪怕交易 先前后患呢 我给胡人点 选用权 我也把蒙南弄回来 我估计蒙南也愿意回雷霆 落叶鬼干嘛 毕竟蒙南在雷霆 那是有根基的 他这不像说 联系当中其他 一些明星呢 四处飘零 目前 仍然是居无定所 不一样 蒙南在 俄克拉和马 当地房子还没卖呢 他是俄克拉和马 为自己的家 所以这回雷霆可以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